好 下一週的十二月五號 農曆就是十一月十號 這一天日子很特別 叫做晉級受章 臨陣親民 在古著新官上任 或者新官要發布的話 通常就要選這樣的日子 以現代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講的就職典禮 通常就職典禮要找這種日子 還有最近很流行 開始要競選總部要成立 競選總部成立 通常一定要選這種日子 這種日子會不會很難找 也不會難找 通常一個禮拜平均起來 大概就有一天 每個禮拜大概都有一天 有時候會有兩天 就找到這種好日子 不要跟你自己本命相衝相克的話 你就可以成立競選總部 好 那十二生肖 我們要分成四組來做個說明 首先第一組豬兔羊的 豬兔羊的不錯 豬兔羊是努力耕耘 穩定發展 就是當然是你以前的努力 現在在下個禮拜 可以很好的發展 所以我給了四個讚的評語 恭喜恭喜 好 下面胡馬狗 胡馬狗更好 在下個禮拜 求心求變 氣勢如虹 求心求變 當然就是工作也好 愛情也好 錢財也好 然後順利成功 所以是五個讚的評語 越來越好 下面蛇雞牛 蛇雞牛是人緣極佳 貴人多住 應該這算也不錯的 所以是三個讚 最後是喉鼠龍 喉鼠龍比較小心一點 在下個禮拜 有喜有憂 就是可能有好事 但是也有壞事 所以你做事情的話 凡事三思 我只給了一個讚的評語 再下面我們加碼 加碼就是十二生肖裡面 有三個生肖 在下個禮拜運氣最好 首先錢財最旺 錢財最旺我想應該就是屬於 在這個狐馬狗裡面 在這一組裡面 所以錢財最旺的是 屬馬的朋友 好 再下去那個是 事業最強 事業最強是屬豬的朋友 是Amy的生肖 再下去桃花最紅 桃花最紅是屬雞的朋友 好好把握下個禮拜的機會 抱歉 屬龍的沒有 沒關係 我老公屬馬 還是有的 所以加油